戏剧女王全智贤除了拥有精湛演技 让她的人气始终高居不下 保养得宜的身材和脸蛋更是受到许多品牌喜爱 平均一只代言就能尽账十亿含环 称霸去年韩星代言排行的第二名 不过戏金女王在今年似乎失利了 多段时间竟然连丢两个代言 日前她先是丢了合作八年 原称全智贤羽绒一的登山服广告 禁欲又遭杏仁临时厂商 嫌弃她已经是属于老一辈的人 不再迎合年轻人市场而不被续约 并有小13岁的韩潮熙接棒代言 韩潮熙在电视广告中率性的在自己脸上涂鸦 大大展现出品牌想要的无限全新概念 其实过去全智贤就曾因智一山收视失灵 遭厂商横踩一脚说 虽然智一山已经完蛋了 但Nepa就是Nepa 虽然事后品牌火速澄清 表示该广告和他们无关 也下架了所有相关海报 还是挡不住粉丝怒火 这次又迎来广告界的世代交替 希望女神能遇上更好的咯